这种水战的场面 因为游戏啊 它是以楼船为核心 然后搭配斗剑 蒙冲啊等等 把它组成一支舰队 几方势力 几百支舰队 在江面对峙 整个江面全都是旗帜 哎呀 我跟你说亲眼见到 你才能知道那场面有多么的震撼 完全不一样 有两个高点 永远是双坦 不管是怎样的组合 都会留一个双坦 莫尔特里跟江恩格尔的效果不错 现在江恩格尔跟孙思瑶搭档内线 刚才也是感觉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就开始到飞一会儿 有可能去安排赵一鸣跟神字节同志 上了美尔丹 赵一鸣上去 就打那么一会儿 又被放下 只是差三分了 莫顿 赵西宁 这个上篮 哎呀 地尔这个球有点想当然啊 他以为直接就一转身 能等一会儿球 然后把球领着走 结果出现了一次比较低级的失误 又把球权送还给了对方 卖尔丹 外线接球 这球江恩格尔没有失位啊 但是赵西宁这脚底下确实又稳又快 而且脚步富有变化 哎呦孙思瑶 减些失误 赵西宁反应很敏捷啊 不给你机会 你还可以 您还可以 因为你有什么 您还可以 您闯队请求外人 您对请求外人 您是队请求外人 您是队请求外人 您能队请求外人 您去队请求外人 希尔再往回拉 自己来 现在同系队可以去尝试 这种个人单打 现在不打双塔了 现在是姜格尔一个中锋在场上 犯规 满满的细节啊这球 出手很突然 就是用节奏的变化去找这个时间差 这球希尔传得挺贼啊这球 这个角度能传过来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王子旭他在篮下的时候会面临两个大个子 举着守防 而且这个角度也不好见 这球传得很难啊 但是顾全已经把位置占死了 后边梅尔丹还等着 这球起是起不来的 火盾 外线好机会 三分命中 一度把分差追到三分啊 眼瞅着又被拉开了 同西为什么没有去延续刚才的双塔打法呢 现在这套阵容的得分主要还是依靠突分 要么就是希尔或者是希尔的个人持球进攻 刚才这个转移不错 刚才这个转移不错 而且麅尔丹的掩护质量很高 被帅贪手表示无奈 这防守质量是真的不行的 今天同西队的防守确实是 有一阵没一阵 所以这几阵没一阵不错 好 今天两队伐球伐的都一般 都是百分之六十多的命中率 我今天两队伐球伐的都一般 都是百分之六十多的命中率 齐勒这球跳这么高 杨浩哲 把球交给齐勒 其他人拉开 小恩哥上去掩护 白浩天脚步很快 这个补防很到位 齐勒接球之后 打板 压烧命中 这个球很关键 压烧命中 帮助球队增长设计 而且压烧依旧在 靠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带着球队前行 而且这球也把分差 缩小到了五分 第二的远头 杨浩格尔没有顶得动 梅尔丹 但是压烧从外线进来 可谓是十步一刹 助跑进来之后 枪板 直臂的一个跳投 可以看到 梅尔丹站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 已经快挨着球了 其实这球投的是真的硬了 但是今天 说实话 布克 打得有点 活气 感觉在场上 打得是真的活气 不争不强 虽说这个助攻确实很多 成功的串联球队 但是在球队手感不太好的时候 布克还在执着于传球的话 那么是对球队的帮助 没有他自己攻那么大 像之前 布克打其他比赛 像最近的 除了这场之外 最近布克上场的 四场球 有三场是40加的得分 但是场军出手 排在第二的布克 本场比赛就扔了三个 第三届结束 这张队已经打完了 113比99 战胜了天津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届的比赛 大阳武 提示 大阳武 杨浩哲 顶着布克来一个 西尔把球刀下来 好球啊 比尔反应很快 其实丽江啊 他在球队当中 很有这种情绪上 带动的这种能力 现在感觉同系队的专注度 还是不错的啊 布克 手底手 变速 自己打 被盖了 杨浩哲这次反击 速度冲起来 造成反攻 布克没有进行的 擅长的这种外线进攻 你冲到 同系队的禁区 焦恩格尔这个护框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好打 杨浩哲边先球 吉尔 拉回来 黄利盖江格尔 篮下可以起了 赵勺偏了一点 王子徐这个球没有抓住啊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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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火 往里再传底线 外线出现了机会 白浩天三分球 打前框 哎 第一下没有给布克 那第二下的话 防守就到了 冲头 这才是布克吧 布克现在真的应该这么打了 最熟悉的招牌跳投 本场比赛布克目前只得到了六分 吉尔冲进来 直接被神子杰定板大帽 古鹏宇快攻冲起来 篮下打尽 杨浩泽想造一个进攻犯规啊 但是这个角度站的不够正 接着 还是回到了侧翼 再次造成犯规 看神子杰这个嗅觉还是很灵敏 神子杰目前是盖帽王 排名第二的是周琪 就可以想想神子杰在这赛季 在封盖方面有多厉害 领先周琪0.4个封盖 然后这招一样多出来 手底手 跟底角打得很清楚 和亲密脱进 同期现在确实这个专注度啊 好很多 要是第一节这么打的话 现在指不定多少分 布克尔命中了本场比赛的首个三分球 加油 布克第四节终于想起来自己是谁了 神子宁豪加油 毕竟大家最熟悉的名字叫做布克尔的后卫 那都是得分机器 过来之后闲停信步直接拔起来 大家仔细看 布克尔身上连汗都没出汗 都没出汗 红封盒 还少了 还少了 没有人 没什么人 拿来 布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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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贺锡宁本场比赛得到了14分 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一次围体犯规真的不太应该 又是两位数的分差 东西今天一直在追分 大范围的转移 船的力道也太大了一点 而且又高又飘 真的很难接到这种球 其实刚才突到篮下的时候 底脚也有个机会 仅45度也有个机会 现在这种起跳传球 这个精准度是没谱的 现在深圳队很明显 进攻会围绕 不客为核心去展开 深圳队的目的就是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分差拉大 直接杀死比赛最终的悬念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同夕每节都有这种进攻高潮 每节都能追分 都能把分差追得很近 在进攻上打得比较着急 也是想避免夜长梦多 东西再次换上了王子齐 王子齐今天已经命中 两极三分球了 陈文汉没有好机会 王子旭往外分 陈文汉 三秒为例 内线出问题 莫尔特里在连续好几个回合 在进攻端 没有什么存在感 球基本不太过他的手 结果这个回合就在篮下看戏了 传来传去 始终在那里没动 上 post 哭 po пост 不少 再上一 趁这 伸臣队 这节奏空着 점 准上六秒 大延吻 不可 篮板球丢了 没有人抢位置 百号天再转一鹿鹑rift 圣鹏虽 有机会 三分球 这个三分球对于童锡来讲 有点扎心 二次进攻 对对方打进一季三分 其实往里掉 可以看到 希尔利江在第四节的 几次传球 力道很大 而且目标比较远的这种长船 一定会冒很大的风险 整场比赛看起来 效果最好的一段时间 就是童锡打双塔的时候 你甭管 莫尔特里加 焦恩格尔 还是焦恩格尔加孙思尧 那段时间打的是真不错 进攻有板有眼 但是第四节反而出现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失误 这一节五中一 单节被打了个十比二 然后另外两个人再几脚就行了 只要留脚 我现在就绝合了六 转眼之间话为乌有 换眼的 然后出现了 我们要几次传球 就把它拒绝 把这个空椅拉开了 好了 他们来这个 干小羊 五花卫打那个 怎么转上那个 五花卫转啊那个 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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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犯规 卢鹏羽上撞了一下 好家伙 这球是王子齐 王子齐在掩护的时候 有横向移动 撞到了卢鹏羽 硬碰硬 姜格尔换下了王子旭 对啊 就该打双塔啊 鸿西就该这么打 姜恩格尔加莫尔特里 我们来看看熟悉的双塔阵容 能不能再次打出点漂亮的进攻会合 因为在过去的四分中 鸿西队没有得分啊 柯晴宁又一个三分 现在防守啊 有点懒洋洋的 不客的第十二次助攻 十三比零的进攻高潮 第四节 铜西 双塔刚上来 第一个进攻回合 是来这种中投啊 天呐 哇 西瑞核心力量不错啊 还能拿回来 没时间了 拔一个 有了 这是熟悉的西瑞丽江的节奏 还在帮球队止血 但是留给同系队的时间 真的不太多了 再来 第十三个助攻 不客 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助攻记录 不全再命中一击三分球 十六分了 深圳越打越准 铜西越打越乱 你瞧 这两个三分球的位置都差不多 都是这儿 就是左侧四十五度 熟悉已经在指挥了 说你这王子齐赶紧过去啊 还是不过去 在同样的位置 连续被对方投进两个三分球 挺伤势气的 熟悉从界外回来 熟悉跟蔡白说 我先进来了 我先进来了 熟悉在触球的一瞬间 这个角是一内一外的 铜西队 铜西队 第四节非常慢 非常慢 铜西队 底线造成犯规 分差已经奔着二十分去了 南京队的铜西这次得分荒 持续的时间有点太久了一些 第四节已经打了一半了 目前只得了五分 全队五分 那边有人你站那儿就行了 跟立马上去 来 走 过来 点点点点 二 来看 放 来看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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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球时间太长了 停球时间也很长 杨浩哲 扑进去 刀难度的后牙 这种 这种球是很难进的 尤其是现在 看杨浩哲这场比赛打的时间也够长的了 你不管是从体能的角度 还是目前球队所需要的进攻 这种投篮 难度太高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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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最不希望看见的就是这个情况 第二阶段的常规赛接近尾声 杨浩哲也是戳了一下指头 我们来看这一球杨浩哲突进来以后 他标志性的先把自己抬起来 完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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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紫杰落地 被勾了一下 杨浩哲这一下起跳跳得很高啊 而且神紫杰这一球是往李扭了一下 他不是那种常规的脚踝外翻 还是得缓一缓 感觉挺疼的 神紫杰也是入选了这个中国南南最新的集训名单 现在当然不希望任何球员会出现伤病啊 杨浩哲刚才办这事也不行 而且杨浩哲今天整场球也算挺倒霉的 挨了一次主机 现在腿上又撞了一下 先赶紧确认一下有没有大问题啊 还是很疼的 希望这两位运动员都能够没有大碍啊 杨浩哲在他俩的比赛风格啊 杨浩哲跟这个神紫杰都是那种在场上拼劲非常非常足的 神紫杰直接被背离了现场 目前他的这只脚是不太好能够着地 赶紧去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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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克自己来造成范围 布克在第四节开始了个人的进攻模式 布克还差一次助攻就能够超过自己的个人最高记录 12月22号对山西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拿下了13个助攻 西热今天也是12G助攻进战 这个球响当然了 乔哥看这个球传的呀 这么往内线去给太危险了一点 布克变速 被夹接传出来外线的三分球 老位置 这个位置再熟悉不过啊 深圳队在这连续进了三个三分 分差来到了20分以上 21分球 第四节打了个23比7 深圳队在场边进行检查 刚才这一下 深圳队在场边进行检查 再停一次就到了 杨浩哲今天得到了9分 在场上的表现很新凡 今天乔温犯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 分差来到20分以上 这种情况同系队已经很难追了 不光是分差的问题 其实这个分差从理论上来讲还有机会 但是按照同系队第四级的打法 和他们的这种竞技状态来说 非常困难 熙热走底线 马尔特里 后来命中 熙热立将拿到了本场比赛第13个助攻 撤克 外线 梅尔丹收下前场篮板球 你看刚才这个球啊 梅尔丹已经抢了一个前场篮板 但是在第二次三分球出手的时候 篮下 同系队几乎又是真空的 如果刚才那季三分没有投进 马尔丹将会再拿一个牵上篮板 这就是同系队第四节 出现很多问题当中的一个 篮板球没有保护 而这种二次进攻 让人投进三分 非常非常伤势性 王子旭这球没有把球抓牢 你看 深圳队这个三分雨 如果下起来的话 深圳队可不缺射手 外线的枪 努力很足 深圳队暂停了 下载咪咕视频APP 向CBA新赛季观赛优质体验 本赛季在咪咕视频观看CBA 有CBA2.0咪咕球迷专享礼包的福利 只需249元 即可获得咪咕视频通看券年包 新赛季球迷版球衣一键 以及限量CBA主题口罩 一份价格竟想三份权益 可在当前直播页面下方 热卖页卡远则购买 然后进攻 抓板机没有了 现在篮板球非常好 篮板球出来突破以后 好地位见尽头 就得换一个人 小白道理局放气热 像你五十里放另外一个 最弱是那个 美尔丹上来之后 他对这个篮下的 并能力还是很不错 而且照得很严实 黄格薏 所谓的 先生 大学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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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落终二十分 悬念不太大 犯规 这是同期在第四节的第四个犯规 马上也到次数 姜恩戈尔今天不错 虽说现在背了五个犯规 但是十分七个篮板 在球队追分打得最漂亮的那几个回合 那一段时间 姜恩戈尔是主角 这几年高难度没能打进 第二大范围转移 莫尔特列直接给拦下 王子靴双手扣篮 库克 慢三步往外传 可以投了 没有选择出手 要以往的话 布克从里边兜出来 刚才那个间隙足够他出手 布克的出手速度是很快的 布克被晃下 但是布克今天又收获 得到了十四次助攻 又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助攻的新纪录 也恭喜布克 也恭喜布克 同期队十三号队人 个人们为了席请达六四 同期队换人们 不请要看照 帮你往上去 接着到这 换人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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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换人换人 离场 今天这个同期队的内线球员 被罚下两个 万圣伟 在短短的十一分四十一秒的时间里 就领到了六个犯规 而且今天 小万没得分啊 姜格尔十分八个篮板 也是领到六四犯规 那么这样的话 更加缺兵少将的同期 这场比赛 基本上该关定论了 他们在二月六号要打山西 能不能在春节之前拿到 这个赛季的第八场胜利 看同期能不能够迅速的调整 球队的打法 今天其实看到一些好的这种进攻回锁 波段 还是很无私啊 低脚 齐瑞这球又停住 这个二加一真难啊 这个球 要求身体素质 弹跳 臂展 包括手腕上这种球感 都得到位 这个上反篮 没有利用篮板啊 直接勾到框里 二十一加十八的数据 第二十二分进战 摩尔特里在这赛季的篮板和封盖 都是排在全联盟的第三位 而且场均出场三十六点七分钟 台在第六 这赛季也算个劳模 白浩天的犯规 白浩天是本赛季首次登场 所以说今天打得很兴奋 第一罚不中 今天两队罚球就像有毒一样 三分球投的还可以啊 但是罚球同期是67的命中率 深圳是73 深圳队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吉林和北控 像吉林这种球队啊 如果像今天这样 就是深圳队今天打得有一阵没一阵 说实话 在连续的几个回合被追分 那段时间 深圳队的攻防两端也有一些问题 而且再加上今天沈子杰的这个情况 后面的这两场比赛 真的是充满了变数 吉林队目前排名第五 下一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讲是一场恶战 之后还要面对北控 最后一分钟 迈尔丹 往里转身 犯规 裁判员又给了一个口头警告啊 这吹哨之后得马上停 你不能再有更多的动作 最后也是练兵的时候 换上了出场时间不太多的球员 换上了黄世前 同系队的黄世前 这是他本赛季第四次出场 之前是在上海队 在上海队的比赛 黄世前几乎没有上场的机会 先进去 黄世前 黄世前 是福建人 拒赛季刚刚来到同系 继续 又是一个犯规 熙热今天的漂亮的三双数据 也无法为球队带来胜利 其实第四节同期真的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这种得分荒的情况 延续四五分钟不得分 现在看第四节两边差九分 差八分而已 29比21 第二队将今天21分11百14的注目 很漂亮的三双数据 所以说同系队 他不是缺少某一个球员 他是缺少能够把这个球队粘在一块的 说莫尔特里和希尔利将这数据拿出来 一个比一个豪华 一个比一个漂亮 但是无法赢球 这个时间还是得攻击 不然24秒为例 活动 来一击远投 没能逃进 最后三秒钟 全场比赢球队 全场比赛结束 106比93 深圳队 以主场战胜了 同系队 这场比赛可以说在第四节的中段 几乎就终结了比赛的旋径 深圳一直在追分的路上 但是追着追着就跟丢了 今天可能打的最郁闷的就是万圣伟 没怎么得分 十分钟出头 就被六番离场了 也希望杨浩哲和沈子杰 能够没有太大的问题 赵一鸣